杀业中的 杀业中啊 人诚恨心中啊 中国人所谓怒火伤肝 他就得肝病 肝跟炎有关系 他得炎病 炎病就势力衰弱 都看不见了 看东西模糊啊 这都是嗔恨 杀业宝 第二种呢 饮酒过量 喜欢喝酒 常常喝的大醉 这心脏肯定不好 对啊 这引发心脏的病 口病 淋浴的罪业 会引发你肾脏的病 耳病 这都是这类的 妄语的罪业 应对是脾脏 五根里面是十根 如果是道业 会引发了肺病 应对在外面 是鼻病 那 婴儿病是什么 五戒全破了 就是杀到阴王就 多干了 这对于我们 五脏 都不好 五根 也会有病 五根是外面 五脏是里面 那 如何治这个病 我们把 念头 行为 改正过来 这个病就好了 该问我 我们 我们 严格地 守住 五界 是神 这些病都没有了 断正 行念 对人 对死 对我 不贪 不贪 不吃 不沉 不傲慢 不怀疑 要发自卑心 要学着爱人 别人跟自己 没有两样 爱别人 是真正爱自己 帮助别人 是真正帮助自己 喜欢帮助别人 自己有事情 会有很多人 来帮助你 这都是讲因果报应 那么也有 佛法常讲的 重罪轻报 确有这个事情 有重罪 身体感觉都不舒服 那就是国报 是自己的业报 只要我们能够忍耐 端心 正念 那我们拜佛 念佛 就能好 或者 有地狱追忆 修行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遭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 那也是报应 轻报 那所以 学佛的人 对于这些事理 要清楚 要明了 那我们的感恩的心 会升起来 对于一切众生 感恩 对天地万物 感恩 瞬间 逆经 善缘 未远 都不为所动 这叫功夫 善缘 不齐贪念 不远 不齐成会 永远 永远保持 心 在清净 平等上 清净 平等 就是定 不为外头 境界 动摇 永远保持 未经许可 看不 granted 永远保持 Jose 爱 我 平等 人 爱 今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